忍受香港超級聯賽 在一場聯賽榜前列的大戰 開球之前位居第二位置的東方龍絲 坐客來到深春風運動場 對著李文 今天接近聖誕節 所以主隊的李文今次都脫出心裁 在球場入口處安放了一個 收了身的聖誕老人 對,但是沖鋒B就沒有收了身 雙方今天都很希望取得三分 保持對富力RNF的威脅 但是李文由於受到借帳 借朗軒和劉鶴銘不能夠倒戈的限制 所以令到他們在調動上 稍微的選擇是少了一些 但是無選他們今天整體的表現 看台上也不少是非常年輕的 李文的捧場客 在上場的初段 其實李文的進攻 無論是數量或是質量 都比東方龍絲高 但是打到中段開始 東方龍絲也拿到很多威脅力 尤其是艾滑頓的射門 幾乎可以先開紀錄 保重的余子南這球射中了門柱 不過當時他已經越了位 但是起碼嚇到曉明老師 立即出來要指手劃腳 是的 余子南其實在上半場 扭球的機會比較多 左中右路都會看到他的身影出現 其實在東方龍絲的中田場 進攻發動的元素都可以說是余子南 另外艾滑頓 扭球也挺多 起腳射門也挺多 不過看到整場的表現也不太順暢 這就是在上半場的末段 最後十分鐘 其實看來比較有機會先開紀錄的 會是東方龍絲 因為來自中華台北的陳浩衛 也有一個機會 不過想不到他選擇奪射 但又奪不死門章 反而你奪不死就要受我的壓力 到了最後幾分鐘 李文又有兩次的進攻 都是很有威脅的 黃炎坤的助攻 就散了出來龍門口 只要如果遠處的機環尼頓 再反應早一點的說話 可能開了紀錄 不過不要緊 在這裡有一個佛球開出 助攻給眼樂峰 一箭定江山 當時其實已經打到上半場的 倒時階段都接近三分鐘 大家都團重兵 以為等著斬出來一個高球 但小想不到原來捉到李用神了 地球躺出來 被衝上來的顏樂峰撞射入網 上半場領先1比0 交換場地之後 一出來就看到 東方龍絲滴起心肝反擊 也將球送了入網 但這個球原來開國球時 球已經彎出底線 所以一場分起一場空 吃球閘虎之後仍然都非常樂力 這場球表現很好 這位年輕人 余子嵐繼續很努力 搶回球 送出來龍門口 但敵高的球又是頂中球底 基本上去到下半場的局面 如果你說看攻勢的話 其實東方龍絲肯定比較多 李文都僅如幾個來自顏樂峰的推進入禁區 起腳射門 為何他這麼燥 因為太著緊勝負 還要拆上柱子 大家要你打個牆 高球斬出來 這個球又是很近磅 後臂入梯 這個球看到徐德瑞做到他的功夫 送到一個漂亮的球出來 但可惜 發盡力 頂一個漂亮的球 敵高的球 緊緊儲變最後一屆 阿哥斯達其實在僅如的反攻機會 都有一個軟舌出現 不過這個角度就不是太好 令阿輝獨立位之下 都不需要太多的經兵鏡頭 其實這場球 容輝不是有太多事情要做 是上半場最慘的 是給對方一個很有效的死球戰術 已經收死了他們 好了 阿翰也看到後面入帝的老大哥 李康廉進來幫忙 守五大輸了一個自由球 利馬 這個球第一個射你不死 第二腳以為竇上來給基頓 怎知他又穴位在先 都始終無法把握收服失地的機會 最後上半場一球 亦都令到會長都開心到彈起 因為1比0 終於令到李文報回較早前 精英杯的一敗之獄 同時更重要的全取三分 在聯賽榜取代了東方龍獅 升上去第二位置 繼續保持對負力 RNF的威脅 接下來是聖誕節 看看兩隊球員還有銀牌出擊 最後一期再見 還是冷靜綜綜綜綜綜綜綜 treasure